音乐疗法常见问题 音乐疗法 300年前 西班牙就有音乐铸产的记载 多年的实践和临床实验证明 音乐对我们的身心 身体健康和大脑都有莫大的益处 包括止痛、助眠、舒缓神经 减压、提升有益和耳蒙的分泌 改善脑部紊乱、提高学生专注力等等 最新的双耳节拍效果 比普通音乐更能与脑波产生同频共振 提升脑部水平 在使用双耳节拍时 有些地方还是要注意 一、研究总结 黄天纳、克利斯提纳、查理顿两位博士 总结了这一领域20项研究成果 洛文指出 双耳节拍是非常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 某些疾病如认知缺陷、腰力、疼痛、头疼 偏头痛等立竿见影 在增强记忆力、注意力、舒缓压力、 止痛等方面 双耳节拍在第一次使用就明显见效 目前已经在医院手术时 用于减轻病人焦虑 二、对身体的影响 美国抗衰老协会前主席 云森及恩帕帕博士发表在新英伦医学杂志的论文证实 双耳节拍能提升对身体有益的荷尔蒙分泌 降低压力荷尔蒙 玛利·克里癌症研究基金的马克利·帕特森博士 伊福·卡珀博士发表的论文指出 Alpha双耳节拍明显提高五强色胺 又称血清素水平 血清素有止痛功效 β能提升耳察分胺水平 耳察分胺 与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有直接关系 三、对大脑的影响 根据西弗里德奥斯莫博士的研究 被测试者使用β双耳节拍后 至上IQ提升23% 至上低于100%的被测试者 使用双耳节拍后 IQ提升33点 β双耳节拍明显提升使用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阅读能力和数学能力 双耳节拍能长期提高人的自信 集中精神的能力 组织能力和书写水平 Alpha双耳节拍能缓解焦虑 提高睡眠质量 麻省理工学院蔡理会博士发现 频差40赫兹的双耳节拍 能辅助治疗阿兹海默症 四、双耳节拍是否安全 双耳节拍是正弦拨单音组成的 基础频率 都是在我们耳朵能听到的频率范围 使用安全 目前还没有见到双耳节拍副作用的报告 有人在连续听高频差的 γ节拍三小时后 出现血压上升和轻微头痛的感觉 但音域一停止 症状立即消失 需要注意的是 音量不能太大 耳朵刚好能听到嘟嘟声即可 不能连续听太久 五、哪些人不适宜使用双耳节拍 下列人士注意 怀孕三个月内的孕妇慎用 因为婴儿大脑还在发育 高血压 心率过速者不宜使用γ节拍 低血压 心率过患者不宜使用Δ或Δ节拍 精神病患者在使用前必须咨询医生的意见 六、耳机和喇叭的选择 双耳节拍的耳机 要挑选真立体声耳机 最好是连线耳机 蓝牙耳机要选择最新蓝牙版本的耳机 用喇叭播放成单音节拍 要选择低频效果好的喇叭 因为双耳节拍的基础频率 都在220Hz左右 低频才容易引起同频共振 感谢观看 愿音乐带给你健康